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練習3的部分 練習3我們是要來增加一個趨勢圖 這時候趨勢圖我們會用到的一個點位 我們會用到一個類比點位 所以我們第一步是要先增加一個內部的類比點 第二步就是使用Graphy的components 找到一個趨勢圖 train的趨勢圖加入 加入這個趨勢圖之後 我們就先讓這個趨勢圖的顯示 先跟我們的內部點先做一個連結 去設定它的上下線 以及它的折線的部分 接下來再把趨勢圖的參數做一些調整 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們來練習一下練習3的部分 所以首先我們先來增加一個內部點 這個ViewOn的Editor 內部點 增加 我們把它叫做AI0的內部點 完成 第二步我們來增加一個趨勢圖 趨勢圖 這時候趨勢圖用的是Graphy Components 最下面這邊有個趨勢圖 然後用Chain 把它給拖曳出來 拖曳出來 好 把它鼻子給你們放取消 好 好 那推出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讓這一個動畫 動畫呢 來選這個Messure 好 好 那就跟我們的 剛剛所創建的AI0 做一個連接 做一個連接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對AI0做一個 上下線的設定 比方說 下線是0 好 上線是1000 好 上線1000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這一個 摺線的部分 好 看你的摺線要哪種 摺線方法 好 這第一部分 好 那第二部分呢 我們就來我們的 這一個 呃 參數 Graphy的參數 做一個 調整 好 做一個調整 好 那這個就是Flash的部分 主要就是它更新率 我們把它調到 好 每秒更新一次 好 然後 Display 的部分 好 Display的部分呢 好 就是我們要 最主要是這邊 好 是顯示小數點 沒有小數點的話呢 就把它改為0 OK 好 那這樣子基本上就設定完畢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顯示結果 好 那可以看到整個趨勢圖已經開始在跑了 好 內部點 所以我們要手動輸入 比方說 我手動輸入 100 它就會跑到100的部分 那如果是200 它跑到200 好 那基本上呢 我們也可以使用這邊有一個 呃 呃 啟動這個模擬的功能 好 然後呢 給它一個 好 好 它就會 好 自己去做一個 好 好 數值的一個變化 好 數值變化 然後呢 這裡我們可以設定它的最大值 跟最小值 比方說最小值是 0 最大值是1000 好 然後自己就會 改變這個數值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一個 好 練習3 趨勢圖的這個部分 好 趨勢圖 好 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我對應的數值是多少 好 就會秀在我們的趨勢上面 那我們也可以 好 針對單一個點 好 把它放大 好 放大去看它的一個變化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練習3的 趨勢圖的部分